我们尝试从人物 从城市来出发 来看看这一套独有的中国式的思考 在我们理解台湾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之前 不能够不先理解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对于瘦肉精美牛的问题 行政院做出了重大决策 总共16字的真言 他们是安全容许猪牛分离 强制标示跟排除内脏 那么在这四个条件之下 美牛渴望解禁 至于它的安全容许值到底是多少 卫生署表示将在三个月之内定出标准 现在在大卖上 你看到的都是澳洲牛 但未来可能很容易就买得到美国牛了 政院强调有条件开放美牛的同时 16次真言说牛猪分离 猪肉将完全不开放 而牛肉的莱克多巴胺产量将另定标准 卫生署估计大概在三个月左右 那么来定定 定出这样的一个安全容许的一个标准 依照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国人的摄取量 那么综合这些呢 来定定一个 卫生署三个月内将定出容量标准 倾向和国际预含标准相同的10PPB 政府在淋雨时容许量间拔河 读物专家林杰良则坚持高标准 希望容许量设在2.5PPB 这些2.5PPB还是没办法保护到有心脏血管疾病的人 甚至小医18个月的婴儿 未来美牛如果真进入台湾市场 外包装将强制标示产地 而且呢将排除民众最担心的牛肉内脏 立法院的修法 我们要回归理性的辩论 站在维吾国民健康的立场 有条件开放的首要动作就是修法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倾向主要针对牛猪分离 修改动物用药 也就是瘦肉精含量 牛肉可有 猪肉绝对是no 福院联业拍板开放 美牛四条件 安全容许牛猪分离 强制标示排除内脏 16字尊言 左右修法重点 如何在国民健康 与美方压力求平衡 朝野谨慎 不敢大意 追据理事长 有小旗 可以吧